我们了解到奥巴马总统今天在东京度过了非常繁忙的一天 他的这个日程安排的也非常的满满当当的是 安倍首相和他进行了这个会谈 随后这个记者会又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等等 那么结束了这个会谈之后 奥巴马还参观了日本的这个科学未来馆以及明治神功 那么VOA卫视在东京的特语记者小玉进行了采访 我们就请小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今天到这个名神功进行采访的时候 这个所见所闻还有这个奥巴马访问东京当日的感受是怎么样 小玉 好的 萧寻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下午奥巴马这个参观了日本科学未来馆 以及明治神功的情况 那么他在科学未来馆这两个项这两个日程呢 都是美方自行安排的 那么在未来科学馆 奥巴马与日本的高中生进行了交流 同时在明治神功 他在这个祈愿符上呢 填写了他对世界和平的祝愿 那么我们知道明治神功是1920年 为纪念明治天皇和皇后而建立的 它不同于祭祀阵亡者的晋国神社 那么在今天为了迎接奥巴马的来访 这个神功呢 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呢 禁止入内 不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在早上10点之前 还是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来参观 那么奥巴马呢 参观这里的时候呢 是下午4点左右的时间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 日本呢 在这个明治神功这个地方呢 是每年的新年呢 都有许多的这个参拜者呢 到这里来 这是参拜人数最多的地方 那么美国总统呢 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呢 也曾经有好几位的总统呢 来到这里 里根总统 布什总统 都曾经来到这里 不过针对这次奥巴马参拜 这个访问明治神功呢 韩国的媒体呢 提出了异议 因为韩国认为呢 这个明治天皇 在1910年日韩合并时呢 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次的一个主要议题 奥巴马访问日本的一个主要议题 TPP跨太平洋 合作伙伴关系协定的问题 今天在奥巴马的整个 一天的日程当中 出现了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魄力 这就是原定今天要发表的 日美联合声明 却到现在 日本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还没有发表 最大的原因就是 两国在TPP协定的这个协商过程中呢 没有取得这个预定的目标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今天的这个 两位首脑的首脑会谈 联合记者招待会以后呢 这个日美双方继续进行了谈判 奥巴马总统谈到 这个美日安保条约所覆盖的 包括日本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 这些岛屿方面问题 那么在日本方面的这些问题 都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 小旬 刚才接着刚才那个问题谈 这个日本媒体呢 对于这个原定今天要发表联合声明 却没有发表呢 表示出了极大的震惊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问题呢 是源于TPP的这个 两国的协商呢 没有达成预期的目标 那么刚才您也提到 这个有外媒这个猜测呢 可能要在明天星期五 奥巴马启程之前 两国会对这个问题有所表述 那么日本媒体呢 也对这个问题呢 也有相同的这个报道 就是说要在明天星期五 奥巴马启程之前呢 发表联合声明时 对TPP的问题做如何的表述呢 两国政府目前正在进行协商 那么尽管今天没有发表联合声明 但是这次奥巴马的访问 对于日本来说 应该说还是成果很大的 第一条就是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 首次针对尖阁列岛 中国名钓鱼岛问题呢 做出了明确的阐述 就是这一区域属于日美安保条约 第五条的适用对象 那么日本媒体分析呢 尽管过去美国政府的这个国防部长等高官呢 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同样的阐述 但是作为美国总统首次同样表示这样的立场呢 这个分量还是不一样的 不过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中 是否会美方会做出同样的表述 目前还不清楚 有报道说呢 两国政府就这个问题呢 还在进行最后的磋商 小讯 好 谢谢小语 给我们带来这方面的这个消息和分析 请不吝点赞订阅